中華民國總統馬英九 下週一就要過進洛杉磯 美國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聯盟 趁此機會 在今天公開呼籲馬英九 應該要以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 為優先考量 希望在盛夏的任期內 積極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就在馬英九即將過進洛杉磯前夕 美國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聯盟 特別召開名為馬英九先生 我們有話對您說的記者會 邀集專家學者 針對兩岸問題發表看法 由於馬英九的總統任期到2016年 他們希望已經沒有選票壓力的 馬英九在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上 有積極作為 馬英九願意刪通 願意這個 前ACFA其實不容易的 60年都做不成 它已經做到了 那麼我何不就一鼓作氣 把一些有麻煩的事情 通通去除掉 一兩年要解決 而且解決很多問題 該做你就去做嘛 你想做就做 不要再去有這個鼓勵的鼓勵 以前是因為為了選票 對不對 你現在沒有選票這個壓力 你該做 你為了未來 為了中華民族的前途 就去做嘛 議會人士也認為 馬英九應該在卸任之前 留下些歷史記錄 他們也樂於見到 馬主席與習主席 能親自見面的場景 盼望他們兩個能見一次面 因為面對面談話 總是比別的都要好 當然APEX一個明年 就今年了 今天APEX在北京的懷柔 那我希望兩邊如果能夠 能夠觸碰一切的那種阻礙 能夠見一次面是很好的 美國 中國和平統一 促進會聯盟指出 現在全世界的焦點在中國 而中國的焦點在台灣 兩岸不可分割的關係 聯繫著中華民族的發展 雙方不得不慎 很好 太棒了